我們來看也很開心 我們來看也很開心 看也很開心 李明開心採收自己栽種的蔬菜 享受豐收的喜悅 今年出台完工啟用的 壁滑梨可食地景公園 在李明的用心耕耘下 已成綠藥藍的開心農場 有這個農場來說 有一個嫁頭 大家有帶走 來這裡心情多好 有這個魚丸還有一隻魚丁 我們一隻魚丁很開心 然後還有成果 大家都很好 很開心 都好好休息 還有每天有運動 這塊三千平方公尺的機關用地 原本被交通局當作 魚駕車輛保管廠使用 經市議員李昆成 和壁滑里長林家宏的爭取 才讓這塊精華地 被有效利用 大家都知道以前 這是一個 魚駕車輛保管廠 那其實在這一塊 如果沒有好好利用 非常的浪費 那所以昆成跟我們的 家宏里長 要一起來爭取 那從這個 今年的一月份 開始這個 成立之後 那我們這個 壁滑里的里民 都非常的踴躍 要來這邊種菜 那其實到現在 三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收回了兩三層 由於前來種菜的里民 相當踴躍 無形中增加 彼此的互動機會 里長林家宏認為 這座可思地景公園 不但美化了環境 也達到敦慶木林的效果 都市叢林裡面 每一棟大樓 大家都冷冰冰的 上下左右的鄰居 幾乎 有的都不認識 可是我們有了 這一塊地景以後 左右棟的鄰居 都因為這個地景 黃昏的時候 來這邊澆水 澆花 來種菜這樣子 然後產生一個互動 然後彼此閒聊 這樣就產生了一個 敦慶木林的效果 其實可思地景 只佔這塊用地的三分之一 一旁的大片草地 未來還將增設多項 供農性遊具 李昆臣希望這裡 能成為都市叢林的綠寶石 大幅提升居民的休閒品質 必華可思地景 對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羅路鴻採訪報導